第五個關卡 好 我們開始我們試練的第五個關卡 我們這邊的將軍叫做凱薩 明顯我們的這個將軍是力量型的將軍 帶的部隊有紅龍還有狼 司機歐 襲擊者和貴傭兵 這些都是渣渣 這四個都不夠對面看的 對面的是空洞 空洞之刃是五級兵種 都有兩組 我們五級兵種才一個 都不夠對面看的 這戰鬥力和對面不成比例 主要要運用好紅龍 要運用好紅龍 不然其他的都扛不住 都渣渣 話不多說 看看 最好能把敵人拉成一條直線 這個龍的火焰土蟹啊 他就能群傷了 等最大效率的發揮我們的這個 最大效率發揮我們的這個 最大效率發揮我們紅龍的傷害 好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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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by bwd6 这一来一回啊两个火焰突袭啊 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的杀伤了 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的杀伤 狗咬狗 狗子咬狗子 这有火焰突袭又能杀两个 你们看到两个人冲着 你用火笼一轮 你用火笼啊 好了,成功地拿下了这一关,凯撒将军 主要是,总结下主要是依靠红龙,要尽量的拉扯敌人,使敌人能排成一条直线,然后运用我们的红龙的火焰吐析和火墙这两个技能啊,给敌人造成沉吨的伤害 其他的边啊,输出都不够看的,主要就是起到拉怪的作用 控制好怪物的队形 然后所有的友谊buff都给我们的红龙上,争取能让他的输出啊,能达到最大的效率 战利品是一个黑钥匙的戒指 领导力减三百 抗击家是我 哎,这个套装简直一眼难尽啊 他虽然加加的很爽,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啊,减也减得很爽 所以是七商权,类型的保护 但价格还是很不错的,一万块